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 可是他们全都去世了 是我的紫封君叔叔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叫李小山 地震的时候是妈妈救了我 虽然我得救了 可是我的妈妈却去世了 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我想我的学校 想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要上学 我们也要上学 孩子们真的很想上学 很想读书 可是我志愿者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根本没办法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我想在这儿 向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呼吁 请大家踊跃地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 特别是老师们 孩子们 孩子们 真的很需要你们 小川老师 你怎么了 老师没事 老王 咱们灾区还有多少部队 账户特种航空队 霹雳火空墙救援突击队 还有其他的辅助单位 他们的救灾任务都很重啊 再重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啊 我准备组织机关干部去支援灾区小学 行 不过啊 虽然我们的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低 但是毕竟他们不熟悉现在的教育体系啊 你说搭把手吧 帮帮忙 还行 还是需要正规的小学老师啊 那 是高盛涵的女朋友吗 没跟我说过 不知道 好像是跟她女孩在一起 你说这现在年轻人哪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感情事情啊 不好说 我听说高盛涵和曾子墨之间 他们曾经有段感情 对 高盛涵 曾子墨 崔华顿 他们三个一起到五里了 他们故事可多了 他们故事可多了 高盛涵为了成全崔华顿 一个飞行员 非要参加特种兵集训宣报 怎么劝都劝不住 后面的事情你看档案就该了解了 两个离了 两个离了 一个丧会调回来 现在的事你了解 面对面作为一个办公室 那真是瞎路相逢啊 那他俩现在怎么回事 这女孩又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 干部的婚恋问题我们应该重视 尤其是他们三个 都是优秀的青年骨盖 是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 我们呀更不能掉以星星 这次我到灾区去找他们三个 好好地谈一谈 郑伟 你说得太对了 我过去啊 确实是注意不够 我总觉得他们是成年人 感情的事情能少插嘴 少插嘴 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现在看来啊 我是欠考虑啊 我们呀不光关心他们的事业 还有关心他们的爱情和家庭 很多事情需要 所以有筹谋啊 郑伟 说太对了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提高警惕 小心这些年轻干部走弯路 倒不是走什么弯路 只是沉浸在感情的漩涡当中 没有人能够有好心情 你看看 他们都是空中飞的 天上跳的 又是水里浅的 都是军队中的高位职业 你看你是老飞行员了 我说都是搬懵弄斧在这儿 不不不不 周伟 你说得太对了 太对了 我过去啊确实是关注不够 啊 我觉得他们都是成年人 但他们也是军人 那更是党员 我们组织啊 应该关心他们生活 尤其是婚恋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他们的确应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 对 根据总部的要求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不能让这些优秀的青年骨干 有后骨之忧啊 来 来 来 在哪儿呢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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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牛 小 скорее 多 你好 汪梦 王滤 王滤一专 祝赫 高声了 不仅拿我开玩笑了 他可不是开玩笑 他一听说你们扩编程陆行突击旅啊 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呢 可以理解 搞了一辈子国产武装直升机设计 终于看到批量装备这一天了 刚刚你好 我是去年刚掉到飞湖里的设备 我叫张晨 张晨伟你好 张晨伟你好你好 就像你的大名 今天终于见面了 看见个大活人是个糟老头 何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盛涵呢 怎么 他没告诉你们 他现在正在带队 在抗争灾区执行救援任务 我说呢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 这孩子也不知道打个电话 看你 抗争灾区肯定命令来得及 到那有空了肯定会来打电话 这次直升机是激将吗 散将 地震灾区情况复杂 只能派散兵散将 他们呢是空降救援队 所以啊接受了光荣任务 气象复杂到 直升机已经降不下来了 高盛海带队 在五千五百米高跳低开 安全着陆 对 从这个高度跳到地震后的灾区 危险气数非常大 高盛海带队表现得非常不错 是一个真正无惧死亡的勇士 哪里 这也是部队培养的好 这位姑娘是 是我的老师 夏阿姨你们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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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是蓝妞的班主任我叫夏初今天是我送蓝妞过来的谢谢夏老师麻烦你把蓝妞送这儿来了没有没有应该的夏初老师你把我送到了你可以走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就是没有没有正好我也该走了一会儿还有课呢 蓝妞今天啊就给你放假了明天再来接你啊 来 跟夏老师再见 跟夏老师再见 再见 拜拜 叔叔阿姨再见 再见啊 蓝妞 你怎么这样啊 奶奶不是就是跟你们夏老师说几句话吗 没什么 你是我的奶奶 奶奶 我可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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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想天作 好了 好了 别傻站着 走吧 对 到这里说好 对对 坐坐坐 蓝妞妞 哈哈哈长高了 哈哈哈 长高了